台湾相隔72天再报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及时个案足迹 19号下午曾经到桃园市大园清真寺参访 傍晚呢在短暂停留 全联炉竹南竹店 所以呢指挥中心就特别呼吁了 在这个类似时段有出入相关场所的民众呢 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主动回报 那么这两个场所的人员接获消息呢 第一时间也已经紧急的做消毒了 那么四方人就说了 他们19号来并没有进去 那么在昨天收到通知之后 已经赶快消毒 而全联方面也回应了 说呢已经全面消毒 而且恢复一夜 来来回回仔细消毒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位在桃园的大园清真寺 卷入足迹风波 一名在澳洲确诊的国际航空 印尼级机师23号指挥中心 公布这名个案接触者中 儿子和同事检验为阳性 确诊者还去过哪里 成为追踪要点 这名印尼级机师 就是本土个案案 1090的父亲 19号下午 曾到桃园市大园清真寺参访 下午4点左右 再到全联炉竹南竹店 短暂停留 民众听到消息 吓得直呼 不敢来了 你来这边哦 如果我知道我就不敢来 还得了 他哪会担心啊 怎么 是早很多 我只希望了现在 一直 赶快 赶快好起来 然后就 不会 延绕我们的生意 我朋友说的 我看到他 还搭建设出去 附近店家 新驾驾 卖场表示 22号已经全面消毒 包含商品和货架 也都用漂白水 来擦拭 至于大园清真寺 也在接货消息的 第一时间 立刻消毒 四方表示 因为正值 栽戒期 确诊者 19号下午到达后 没有在内用餐 礼拜完 就离开 那是 一个人礼拜 我也是找大家 给我们 我们都消毒了 今天就没动 我们给它听掉 今天我们礼拜 又做礼拜 因为我们这边 工厂 我们爸爸都来这边 还好他们现在是栽戒 还没有 他们是下个月才是过年 就很多人来了 我要跟他们讲 就不可以过来 不然我们家外劳 我还得了 回教徒下个月就要过年 如今爆发染疫风波 只能将礼拜 以及年前活动 全部取消 也盼疫情不要延烧 能安心过回教年 今天我们下午下 讨论报导